會有很多人抓住你 當時我是完全拒絕了 做完學生就馬上離開了Campus 沒玩過任何Camp 沒上莊 沒參加過任何 做Sati做什麼Member 我是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漂亮的Timetable就是早上有課上 他也有時候偷偷會用中文去說 YO 大家好 早安 我是TAPA 這段影片會拍一條比較關於學術性的影片 我之前在Instagram收集了大家關於我 阿蘇 星U和關於放榜的問題 這段影片想一次過幫大家解答 沒錯 這就是一條放榜阿蘇YouLive的Q&A的影片 今年放榜的日子應該是10月20日 今年放榜的形式就是會把你們的成績 結果傳到你們手機上 跟我們那年就不一樣 那當年我放榜就是坐在一班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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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回去 加上學好地坐 即是老師就 夠鐘就派成績料給你 那今年就不同了 不過今年如無以外 你們都應該要回到學校拿回你們的正本 那這段影片我會分成三部分去說 第一部分就可能講關於 放榜前後的一些瑣碎事 第二部分就是講關於阿蘇的時候 遇到的事 第三部分就是講關於YOU的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Fashion1 那有朋友問我 放榜前應該要有什麼準備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去報到一個 大學聯誌JOO Plus的一個網站 那放榜前你們就可以想三個分數 一個就是最低的分數 一個就是理想中的分數 一個就是比你預期高的分數 那這三個分數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會影響到你排JOO Plus Choice的次序 所以你就可以有兩手準備 那到真的放了榜成績 就知道這個分數是應該對應哪個排位 那到時就不會這麼慌張了 那提一提大家 大家可以在7月21號的早上10點 到7月23號的11點 是可以改你五個Choices 每個校生的改的時間都不一樣 大家就要留意自己是什麼時候 之後有朋友問我DSC我多少分 其實我BEST5是20分的 那我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我是一九年下身的一九年 那因為我看到我這個分數20分 就是不高不低 那所以這個分數對於當時來說 競爭都很大 就是你有機會有要讀 也有機會沒有要讀 那所以我當時就很害怕 我就馬上跑去報HKCC 就是阿蘇的一個學位 那當時我去了紅磡的campus 那補前一張form 之後就要去排一條很長的籠 去交一些科 那我讀我報的那科 就不需要interview的 那我就直接搞上所有事情 那我就完結了 那其實有什麼真正的文件需要帶呢 就是當然這張DSC的證本 還有影印多一兩張副本 那當時我就有print我中四至中六校內的成績表 還有一些課外活動的一些資料 譬如我有參加田徑隊 我有參加什麼什麼校隊 那我就有一張 你的學校應該會有一個 參加興趣班這些證本副本的一些record 都要print過去 還有要帶150元的報名費 那當年就150元了 我想應該現在都應該沒有通帳 沒有交價的 還有呢 有些科系需要interview 就可能要給多2000元作為留位分 那你就可能準備少少cash 那樣 不過今年呢 因為由於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專常院校都有開放到一個網上的一個招生 那其實你們大家都可以 非必要都可以不需要真的去campus 所以看看他們不同的學校有什麼措施 你就可以用回網上的系統 那就方便一點了 那好了現在到第二部分 就是最多人關心的問題 就是講關於阿蘇的時候的一些問題 那去到第三條呢 那第三條就是 其實我想分享我當年讀阿蘇的一些心路歷程 那剛剛不是提及到說 我報完KittyCart之後 那我最後派那個Juplus的program 是我自己不想要的 那我就覺得寧願委屈自己讀一些自己不想讀的科目 那我為什麼不去讀一年阿蘇 那之後我就接上Yu這樣 我當時就是抱著這個心態 所以我就最後選了阿蘇這條路 最後我也認名啦 讀阿蘇 那我就要去 搞學生證 那搞學生證的時候 當時我也是實體去 那其實會有很多人會拉你去玩一些ocamp 啊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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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當時我是完全拒絕了 我是直接去做完學生 就馬上離開了campus 那當年我讀阿蘇是真的完全零娛樂 沒有玩過任何ocamp 沒有上莊 沒有參加過任何sosati 做什麼member 我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可以形容我阿蘇 那一年基本上有一個小接接 我是基本上沒有什麼阿蘇的friends 有些groupmates之外 當年都是要上campus上課 如果讀HKCC的話 我整個圈好像是不可以動任何timetable 我印象中是不可以 不過很幸好我那時候的timetable 都算多漂亮 都有很多課是早上 我覺得漂亮的timetable就是早上課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我的時間表 如果是八點九點有課的話 我都差不多會準時 回學校 回完學校之後 我就基本上上課 午餐就吃飯 之後就去接拉伯 接完拉伯 就是可能下午有課 就去上課 下午上完課 就是可能吃了dinner 我就可能直接去接拉伯 接到可能10點 11點 我才會回家那種人 所以基本上我當年阿蘇 都是圖書館的常客 基本上每天去圖書館 都一定會找到我 因為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接觸在星期內 可能講習慣 之後講完習慣 我就可能會 看回當天教的課程 我是超級勤力 還有基本上我上課每一課 假如我有問題的話 那些中間課程會有break的時候 我會衝下去問他們問題 基本上 所有教過我科的老師 都應該知道有個這樣的人 是超級煩的 每一堂都在問問問問問 就是我了 那分享完我自己的學習模式 可能你就要問回自己了 到底這個學習模式 是不是你自己喜歡 你說你用盡力都只有3點 會不會是你讀書的方法錯了 之後還有我覺得 是不是一定要追求爆死呢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我讀過科是雙科Marketing 所以很大的競爭 基本上雙科 想接駁上UOD 基本上都是挨著4以上 你才可以year 1走到 譬如你讀文科或者理科 其實你3.5這個GP已經很好 所以我覺得你需要想一下 到底你這科是難爆死 還是你自己學習的模式出錯了 我都分享了我那個學習模式 不過我也覺得太過瘋癲了 現在要我重複一年 我一定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也要加油 不要氣餒 不要心疼 你一定可以的 去到第四條問題 其實我都是覺得這條問題的話 都是好視乎你讀什麼科 讀你科是上課 其實GPA不是一切 其實是好看你當時interview的表現 你如果想year 1走的話 GPA只是一個門檻 被U的人篩人 我當年走的時候 有3.7以上 他會給你interview的機會 至於你走不走到 就真的好看你interview的表現 舉個例子 我也有朋友跟我一起讀同一個program 報了同一個U的program 就是CTU Marketing 當年他GPA大概3.7左右 其實我們是差不多時間收到大學那邊的interview 我的GPA是比他高的 不過他是被我發收到over 所以我就覺得 是depends面試表現 因為我都覺得我當時的面試 是真的有點差差的 重點就是 其實你GPA低不一定升上大學 你GPA高也不一定代表你一定受得好 最主要看你有沒有想升上去的決心 因為我當年是 一進去 第一天入學 我已經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year 1走 我是每天都提醒自己 所以我最後就可以成功 可以說成功上岸 所以我最主要看你有沒有那團火 第五條問題就是 想知道怎樣突然升上去的程序是怎樣 程序就是 一進到阿蘇會有三條 第一條路就是year 1走 第二條路就是year 2走 第三條路就直接銜接他speed的課程 即是你當是阿蘇的year 3、4 目標明確 是想year 1走 我都看到不少的research 還有老師都會給你不少的information 即是學校的email都會提醒你 Long Drupal有兩回合 第一個是first回合 第二個是second回合 第一回合 原無意外應該是大概11月12月左右 這些時間deadline 不同year就會有不同deadline的時間 第二回合就可能是 2月3月 因為我已經目標明確要year 1走 所以我就直接報了first回合 當時就要你填你自己的資料 譬如你DSA有多少分 中學有參加過什麼活動 其實他都是要require你CMA的成績 其實我當時報的時候是未出成績 你就可以寫pending 因為你還未有 到你出了CMA的成績 你就可以補填上去 補填那些成績上去之後 大學就應該收到 他就會看到你的成績夠分了 他就會派一個interview的機會給你 不過其實是depends不同院校的不同program 因為有些program是要interview 有些program是不需要interview的 基本上interview完之後 他就可能會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或者直接給一個offer 什麼conditional offer呢 就是可能要跟你說 你CGPA要高過3.3或者3.5 你才可以讀到這個課程 其實他的conditional offer 要求的CGPA 都不會特別說太高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經過完一大輪剛剛講的事情 之後你就是等他 等他發一個email跟你說 Congratulations 就代表你成功上岸 那報浪Drupas的process 大概是這樣 去到第六條問題 有人問我 我想知道我當年阿蘇的CGPA是多少 我當年還是4.5分是滿分 不過其實超過了4.5 就是4.1 4.2 4.3 4.4 其實都會表現4的 當年我CG好像4.1 或者4.2 左右 所以最後出來的成績表寫的都是4 然後去到第七條 阿蘇升U 要不要考英文 還有GPU 要多高 阿蘇升U 要不要考英文 這個呢 我會建議大家都會考IOS 什麼是IOS 就是一個大學會認證的一個 英語語文的一個評測的事 其實我覺得 你英文DSE Devil 3以下 我都會絕對recommend你考IOS 你考到6.5或者以上 其實已經是安全 很多學校都會認證 其實6.5不是Around equal to DSE的4 那如果你說你DSELINKS4 你考不考呢 其實我有朋友DSELINKS4 他都會考IOS 去求安心 因為你考多一個視防身 是對你入U的機會 多多一點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去考 其實都考完 還有因為我當年 HKCC的話 你考IOS會有一個進貼的 即是可能你去到6.5分以上 可能會補貼你 600元800元之類 代表如果你考6.5分 你考這個視的成本 就是半價 可能千多元的報名費 你可能要給一半 如果你考7 或者7.5 或者再高一點 其實真的很便宜 很快算 我覺得如果 雙科來說 你有6.5 其實是安全 7以上就會加分 更加好 即是不同U 不同program required的GPA 都是不一樣 可能文科理科方面 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可能他們開的位 都未必一樣 所以我就未必答到你 如果雙科學 我可能建議3.5以上 Year 1就會更加好 如果你Year 2走的話 其實你3以上 其實都會有offer 相信 去到第8條問題 就是 英文好差 建不建讀阿蘇 可能Level 2 因為知阿蘇 都是用英文讀 怕跟不到 很難升上升 那我會覺得 其實你是不應該因為 怕英文不好 而不去讀阿蘇 因為其實 當年我讀的時候 身邊 可能有些朋友 英文都不是特別好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當阿蘇 是一個銜接 或者過渡的過程 因為當你升上U之後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英文 除了某些 可能中文的科目之外 所以其實你用阿蘇 這一年 或者兩年時間 打好英文的底 其實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事情 可能有些 professor 他雖然在英文的 學生 不過他也有時候偷計 會用中文去講 所以我覺得 讀阿蘇 是一個很好 給你去過渡入U 的一個過程 入到U就不會那麼辛苦 所以如果你因為怕英文不好 而不去讀阿蘇 我就覺得 大錯得錯 千萬不要這樣想 第九條問題是 你當時大概幾月收到offer 當年我是補了三個program 第一個program 當然是我讀的 CTU marketing 第二個就是CTU的accountancy 第三個就是PolyU的marketing 當年我收到offer的月份 就是City的accountancy 大概四月左右收到 兩間U的marketing 大概八月尾 去到第三部分 就是講關於Ulife的問題 有朋友就問 阿蘇一年升上 會不會被Drupal 或者小過自己一年的人 替升 以我自己的圈子為例 我是絕對不會 因為我身邊都很多朋友 是阿蘇 或者可能UchanU 這樣過來 其實是絕對不會被人替升 因為他們都不會說 因為我是Drupal升上來的 我是高你一等 其實不會 因為可能很多Drupal升上來的人 可能到大學的GPA 都是低過我 或者可能都不夠 一些阿蘇升上來的朋友 阿蘇升上來的比例 都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問題 首先你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你不要覺得 我是阿蘇升上來 或者是其他program 我就一定比不上 Drupal升上來的人 其實絕對不是 可能更加會因為 你讀多了別人一至兩年書的經歷 令到你比別人的視野更加廣闊 所以我覺得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一定不可以覺得 阿死啦我就是羅底賊 死啦我就是馬正姐 死啦我是虎嵌嵌上來 你千萬不要有這種心態 因為當你有這種心態的時候 無論人們是怎樣看你 你都會覺得別人是這樣看你 所以你千萬不要這樣 升到上要的 就是代表你已經有一定的能力 你不要看死自己 如果連你自己也看死自己 那你叫人們怎樣不看死你 是不是 Question11 這個是一個題外話 或者是一些閒聊的主題 有朋友問我 幼教就是興趣 虐嵌性就是錢 如果這件事發生 我心想要我選 那我一定是不用想 我一定是選興趣 就是我會選 在這個情況上面 我就會選幼教 我覺得假如你對一件事有興趣 你才會繼續讀下去 如果你對這件事完全沒有興趣 你是為了錢而去做那件事 你會超級辛苦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讀虐嵌性 我都知道他們要出獲 其實是超級辛苦 如果你是單單因為錢而去做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厭惡 而且你會覺得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會很後悔當初的決定 我自己來說 我一定是會先興趣 因為你有興趣 而他繼續堅持做這件事 而慢慢你是會 覺得做這件事很開心 你就會更加想做得更加好 從而你是會賺到錢 所以我覺得這條問題 發生在我身上 我一定是選興趣 大概的問題我就回答了 如果大家還有對這方面 有更多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或者DML都OK 來個小小總結 我覺得分數已經塵埃落定了 你們這一刻要做的事 就不是在想 你絕對不是這個心態 調整自己心情 在能力化為內 儘量完善目前來做的事 譬如我剛剛片頭有講過 叫自己設三個 去想的分數 一個就是比預期中低 一個就是預期中的分數 另一個就是比預期高的分數 你會有什麼Decision 然後我記得分數並非一切 其實我放分那天 我沒有太大感覺 雖然是比自己的預期低了一點 不過我也覺得 是不會死的 一定會去大學讀的 我當時是這個心態 當我真的放Duel Plus那個榜的時候 我才發現自己得出來的program 不是自己想要的program 我是那一刻 我是停止力做的 不過我也覺得跟自己說 是否直接入大學 或者是否真的入大學 並不是定義你這個人的一個 definition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 你們將來條路還有好長要行 千萬不要因為一個考試 或者一個分數 去定義你們人生 你們人生不是用數字去衡量 如果收到這個分數 比你預期中高 那我當然恭喜你們 如果比自己分數低的也不要氣餒 因為你們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加多 那當年我自己也是 不開心完沉澱完 我都繼續用客 加油 拜拜